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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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here 我是大金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模組MOD的裝置和下載 下載模組 使用模組其實是非常的簡單 只要你是PC電腦的玩家 基本上都可以下載模組來使用 像Pelworld這個遊戲 在短時間內吸引到非常廣大的玩家 是前所未見的 即使像以前的我的世界 的模組系列的東西 也是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才有一個完善的玩家貢獻的內容 但是Pelworld就在短短的推出 一直到現在 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玩家貢獻的模組 在市面上可以看見 所以我覺得像是PC玩家的話 了解模組的使用 我覺得應該也會對大家 滿有幫助的 因為上一期我談到有關於 帽子的設計圖的內容 有一些朋友在詢問 就是如何得到 兔耳朵的傳奇帽子的設計圖 所以今天在介紹模組的內容裡面 我就會跟大家提供 這個傳奇的兔耳朵帽的設計圖 還有其他帽子設計圖的下載方式 所以話不多說我們開始吧 Let's go 首先我們要下載我們的模組之前 先來找到我們相關的檔案夾 先把Steam打開 然後去你的收藏庫 把幻獸帕魯的頁面調出來 然後在這裡的話 有一個管理的圖示 然後在管理的圖示裡面 選擇管理 然後選擇瀏覽本機檔案 在這裡的話 它就會給你跳出來 這一個 你的遊戲的內容的檔案夾 然後進去PALPAL 再去Content 然後找到Pax 那這個檔案夾 將會是我們下載內容的檔案夾 這個檔案夾準備好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先縮小 我們要去的這一個網站呢 叫做 NexusMods.com 那NexusMods是模組的網站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遊戲的模組 首先你來到這個網站的話 你要先註冊 所以說呢 我們來到右上方 Register的地方註冊 然後點擊進去之後 那它就會要求你註冊 然後提供一個有效的E-mail 然後點擊Verify Your Human 就是確定你是人類 然後點擊Verify Email 去檢查你的電子郵箱 然後得到你的驗證碼 然後呢 填入之後呢 點Verify Email 驗證你的電子郵箱 驗證完了之後 就是可以創建一個你的帳戶 選擇登入名 創建密碼 然後在打勾的地方呢 就打第二個格子就好 第一個的話是 問你要不要收廣告信函 那當然我們不要 所以留著不要勾 那填好了之後 就點擊創建我的帳戶 那然後接下來會跳出一個 這個其實是一個廣告的頁面 所以說不要被嚇到說 你要付錢喔 這邊呢 直接在右上角把它關閉 然後關閉完之後呢 它就是帶你到你的帳戶裡面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回到主頁面 然後準備下載我們要下載的模組 那在這裡的話呢 那在這裡的話呢 有很多的遊戲 那我們就先直接到 幻獸帕魯的頁面裡 所以說呢 在上面直接加一個斜槓 Pelworld 就是幻獸帕魯的英文名稱 那在這裡的話 你都可以試著把它翻譯成中文 呃 所以翻的會有點乖乖 但是大致可以讓你看得懂 所以你就可以選擇你想要下載的模組 有很多 那今天這裡我們就先來找 就是傳奇帽子的模組 所以說呢 這個模組的名稱叫做 BuyLegendary Hats 那在它的搜尋裡面呢 直接就是打 BuyLegendary 所以呢 在你字還沒打完之前 它可能就已經幫你搜尋到了 所以就是這個 BuyLegendary Hats 點擊進去之後呢 就會到了它的這個模組的頁面 那這裡呢 也是可以把它翻譯成中文 然後來看它的內容 那它這個翻譯的不是完全的正確 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說 去讓小型聚落點的商人 賣穿西的帽子設計圖 那它提供的有兔耳朵 還有女巫 還有大禮帽 然後還有伯樂帽 還有這個是炸彈鳥帽 還有呢 就是燕尼尼帽 那它這邊還有簡單的解釋 就是移動點PAK檔案 從解壓縮的zip到這個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就是我們剛剛 已經先準備好的資料夾 開在那邊 已經準備好要使用了 所以說呢 我們就來下載 那去下載的話 是這裡 有一個下載的小符號 那如果翻成中文 那是手動的 我們來看原文 所以說呢 這裡就是叫 manual 手動下載 然後這個小的圖示 我們點下去了之後 那它就會要請問你要 premium還是free 那當然我們要free啦 就是slowdownload 點這個慢速下載 等五秒之後呢 它就會下載到你的下載檔案裡面 打開壓縮檔之後呢 裡面的這個檔案 點p-a-k的檔案就是我們要的 bylegendaryhats.p-a-k檔 那然後呢 你就可以解壓縮到 我們剛剛準備好的這個檔案夾 也就是我們的p-a-k的檔案夾 那像我就直接拉過來 然後這樣子就算是完成啦 那完全的登出 然後再重新登入 那登入回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小型聚落 那這個時候你在小型聚落 看到的這些帽子 都將會是傳奇的 那製作傳奇的帽子 它要求的就是同等傳奇裝備材料 那在修復的時候 那它要求的材料也是 傳奇配件要求的材料 意思就是裡面會有 古代文明部件的要求 所以呢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過呢 這些帽子呢就變成 又好看又好用啦 這個呢就是模組的使用方式 如果還喜歡這期內容的話 請幫助我訂閱按讚 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Have a good one Bye Bye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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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